Hello,我是Tanya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蜡烛形态的第十奖,墓碑石。 墓碑石的开盘价与收盘价几乎相同,上限很长。 它表明,开市之后,买方力量强于卖方,把股价往上推。 在那之后,卖方反扑,把股价往下压。 所以,暂时卖方力量强于买方,墓碑石是一种看跌的蜡烛形态。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。 在一段上升趋势中,出现一根蜡烛。 这根蜡烛的开盘价与收盘价几乎相同, 并且带有长长的上影线,下影线几乎没有。 这根蜡烛称为墓碑石。 墓碑石出现之前,买方力量强于卖方,把股价往上推。 墓碑石出现之时,卖方反扑,把股价往下压。 表示,暂时的卖方力量强于买方, 所以趋势很可能向下转折。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子。 在一段上升趋势中,出现一根蜡烛。 这根蜡烛的开盘价与收盘价几乎相同, 下影线很小,上限很长。 这根蜡烛称为墓碑石。 墓碑石出现之前,买方力量强于卖方, 股价往上升。 墓碑石出现之时, 卖方力量暂时强于买方。 所以,股价往下压。 趋势很可能向下转折。 今天,我们学习了墓碑石。 它是上升趋势中出现的看跌形态。 墓碑石出现之前, 买方力量强于卖方, 股价上升。 墓碑石出现之时, 卖方力量强于买方, 所以趋势很可能向下转折。 如果你想学习更多的股票知识,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。 下期视频, 我们将会讲阴包羊。 这是一种蜡烛的组合形态, 不要错过哟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